现在我们就自己实际来试试看看 那老师你可以先从左手边 一样从档案这边新增项目 你看有没有跟我们刚刚线上版一样 对不对 那它里面 如果呢 老师你的影片已经好了 你就点这边 就直接去选那个影片 那如果你还没好 也没关系 你看它右手边 有没有好几种方式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就是 有些同学或老师可能会想说 那我不要用网路摄影机录影 我可不可以用手机录影 可以对不对 那你看下面这里 有没有从手机导入 也就是说你按这里 它会产生一个QR Code 你手机就少这个QR Code 不用安装任何的App 它就会帮你传到你的电脑这边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就是我手机已经录影了 比如说他讲一句话 那我就用手机录下来 我就不用自己再用电脑录一次 这样一样可以进来 反正它的来源都很方便就对了 好那我先把刚刚我们没有完成的AI 在这边完成 好你看 是不是用文字制作影片 好 那这一个我就先不保存 一样的我做虚拟摄影棚 介绍 然后我把我的大纲给他 好继续赚钱 我们看看他这样能不能产生出来 老师他已经帮我产生好啰 你看 我给他这个他帮我产生的下面这些内容 有没有 对不对 我只给他这四个 好那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先拿掉 好我就留这几个下来 那我就下一步啰 下一步 接下来他就问你 请问要找哪一个人的声音 台湾的有好像六七个 健虹自鸣自豪 你可以听看看啊 对啊你可以先来这边听看看啊 撿到他 先听看看 简单快速的影片编辑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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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哪一个啊 关之铃 没有呢人家是关铃 简单快速的影片编辑器 简单快速的影片编辑器 失望了 来看一下 声音的音量速度高低 有没有可以调 都可以调啊 你可以自己选择 那我还是用他简红好的啦 哈哈 好那我就下一步啰 等一下还可以换啰 进去之后还可以换 对 好有没有开始 文成图 就是你脚本给他的嘛 所以你只要把故事给他就好了 那以后我们进去里面再来换 你觉得适合的 比如说你要做运动会 你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个运动会的描述 然后再把里面的照片影片 换成我们运动会真实的场景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不要再用检验了嘛 我一直叫你不要用检验 是因为在检验教育现场 有时候会有问题嘛 虽然我们吕老师一直有在讲 对 我不能指明太多啦 就是就是 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太希望看到 有太多对岸的东西进来 所以我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减少使用 或者你私下也许可以用 但是就是公开场合还是减少 可能会好一点啦 好 来老师我们做好了呢 来马上看一下 clay一下 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和场景 虚拟摄影棚介绍 在虚拟摄影棚中你可以随时随地创造专业的影片内容 除了场景与简报者的设计 投影片的来源 影片录制与剪辑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值得介绍 虚拟摄影棚提供了多种场景设计 不仅有企业展示 教育讲座等常见场景 还有娱乐 时事等多元化选择 方便您随时切换使用 此外 简报者也有多种风格可供选 对啊 这样有没有感觉到了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你看我有些字幕 有些字幕来我稍微把它缩小一点 你看这个字幕有没有变成两行的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换行 你会的 换行叫 对 所以你来这边 你看你可以随时怎样 后面这里 来 这个地方 换行 你可以随时点点点 这里修改 修改这也是改那个语音 我刚刚讲可以改嘛 对不对 你可以一个一个改也可以怎么样 全部一起改 它上面这个 都可以一起改 那 我看一下 修改字幕 为什么 他这个好像真的太长 可以随时的影片内容 这里 我说按Enter这个是只有在 字幕里面按 换行而已 但是这个要在上面 因为我现在 萤幕比较小 所以他没有把那个后面显示出来 我需要让它显示出来 比如说像这里还有 我可以按Enter 有没有这样就 变成两行 就两个投影片 对不对 你就可以像这样 那 我们看一下 他现在呢 这里 左下角这边 你可以看到这个投影片里面 你有用到的图片有样的 有没有音乐 都有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 你今天如果说啊 我的音乐在这里 这里有一段 我如果不要这个音乐我可以把它删掉 我可以重新来找 插入这个地方 有没有背景音乐 点进来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喔 右手边 你可以想要诊断了 或是只有目前这里 都可以 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个 我播给你听 我现在片头都用这个 因为很短 然后呢 我里面的大部分都用这个 只是我的大小声音 我会把它调整一下 就片头我会比较正常的音量 但是在我讲话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音量降低 对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没有版权问题 那我们使用起来 这就很方便 其实老实讲我一直调料不要用检印 是因为 检印还有一个比较重的 严重的问题 就是版权问题 包括字形 图片 影片 那些内容 因为对案的就是 版权上比较容易交代不清楚 所以 可以的话 我顶多有用的 大部分就是顶多用它 转字幕那个功能 或者简单的剪辑 也可以用它 好 好 像这样子 我们来 我先看一下好了 如果你想要加一个片头 你看我们把 后面这个当作是投影片 我要增加是不是增加在上面 滑鼠你可以移到上面这边来 移到这个上面你看 在这里 滑上来 有没有叫增加片段 这样就可以在前面插入一个片段 这样了解吗 好你看在这里 增加一个片段 有没有 你是要增加 空白的 还是要增加一张图片 还是增加一段影片 都可以 假设我增加一张图片 我就按下 那大家就啊这些图片喜不喜欢 都是免费的 你也可以自己找 好 那假设我就 猫咪 这样 有没有多一张进来了 好 那它是不是就变成我的这个 这样子 然后 如果你想在这里插入一段音乐 我就来这边插入背景音乐 我想要 放在目前这个片段就好 好 就点到它 插入 你看 它把 叠在我们 投影片上面的 有没有都在右手边出现 你的猫咪 你的影片 音乐 是不是在这里 好 音量 适用的范围 那我们先试看看 先play一下 有没有 我就有一个五秒钟的片头 虚拟摄影棚介绍 在虚拟里吧 好 那现在下面这里 那我想要再插入一个背景音乐 我找我的第二个插入 可是我想要 全部 我只要扣掉片头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先插入全部 整个片段 插入 好 那我现在插入好之后 我来修改一下 怎么修改 按着它 有没有 第一个我不要嘛 这样是不是第一个就略过了 好 那我们就先听看看 虚拟摄影棚介绍 在虚拟摄影棚中 你可以随时随地创造专业的影片内容 对不对 除了场景与简报者的设计 投影片的 那如果你要调整音量我就点到它 你的音量你再调整一下大小声 好类似像这样 都要这样 好 那你看哦 我们在这过程有没有可能要打文字 有对不对 我跟你讲 文字他也帮你准备好了 来你看左上角 我现在都在插入这个功能 左上角有没有基本文字 文字跟设计文字 基本文字就像 那个一般的字幕那样子 设计文字就是比较美工 效果的 这样了解 好你看我们按这里 所以其实老实讲你就算不用 嗯嗯录制 用这里也可以录制 你看右手边 有没有 你要这个点下去有没有就标题 还有动画效果呢 淡入淡出 对不对 然后呢还可以加入表情符号 对 在这里 好那文字颜色 你都可以做 所以 你看我们这样标题 有没有就进来了 而且这些字形 你都可以免费使用 他的字形也都是 OK的 这样老师有没有感觉比较OK一点 如果你要有代言人 我们刚刚代言人在这里 动画人录 对不对 你看很多可爱的 点下去 虚拟摄影棚介绍 有没有 没有这是追韩剧来的 韩国的 对韩国的 对对对 你看嘴部的动画有没有 所以 你如果 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我希望他 持续时间久一点 有没有样调整范围 好那我们试看看喔 你看我在这边 虚拟摄影棚介绍 在虚拟摄影棚中 你可以随时随地创造专业的影片内容 除了场景与简报者的设计 投影片的来源 影片录制与剪辑 还有一些其他 这样可以 所以你随时要出现 要收起来都OK 真的就这么简单 对 对 好那是另外一个 哦那是另外一个 对对对 就是他用手绘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不对 有那个 那个有 那个有专门的软品在做那个 对对对 有有有 那个我知道 没有啊 只有 不动这里的 会被取代 哈哈哈 对啊真的真的 好现在工具老师会发现 现在就是疫情之后工具越来越多 越来越方便 突然感觉什么都到位了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跟同学讲 你们再不努力 以后就会有AI成立的 叫做人类动物农场 养这些人 有没有 因为你什么都不会嘛 就是观赏用的 哈哈哈 所以要要动脑 那你才能够有一些想法 AI是做工具 可是他的智慧会越来越高 那有一天你会被他取代 真的真的 这个假以时 AI会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道德问题 以前是技术问题 现在是道德性的问题 他已经提升上来了 那怎么样去 现在就是以后他一定比你厉害了 那只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用他 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 这样 老师对Beru 有没有比较好感觉了 有 输出 好来我们看一下 这里 我们看右上角这边 这个地方 他的输出他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 当然就是直接变MP4 那这种方式就是把字幕压在影片里面 那你也可以单纯的把他的字幕输出 比如说我放到YouTube上 字幕就是另外放上去 那 他更狠的是什么 因为他专门就在做字幕 所以呢 你可以把它放到premier 可以把它放到什么达芬奇 Final Cut Pro 这些标准的剪接影片软体里面 也就是我先用我这个软体 帮你把字幕都处理好了 那你要做更多的影片特效 你再回到你们家去做 对 就这样子 所以他会像这样就可以直接拿出去 那等一下我们会用老师刚刚做的影片汇进来 你要了解那个汇进来的过程 我现在都是用他AI层片或者是现成的嘛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用自己的 好不好 OK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 目前没有 好 因为问题都在回家后